其實它摸起來 就有點不大像 所以應該不大像是silicon 這應該是一般的塑膠的 所以一般塑膠預熱 不就還是會有問題嗎 對 還是會有問題 但是我們這個溫度只是說 我們在用的時候 我們不會把溫度加得太熱 頂多就是70 80度而已 我們泡個咖啡 大概85度左右這樣子 就不會再給它再超過了 盡量還是以鐵的 當然如果你可以買到陶瓷的更好 那陶瓷真的很貴 所以真的還是要注意 真的如果沒辦法的話 不鏽鋼的是可以的 但是當然塑膠的像這種的話 到處隨手都可以拿到 可是這一種東西 你不可能說你拿了之後 然後加熱了 它就不會釋放出塑膠的毒素 因為它從頭到尾 你跟外全部的塑膠 都是這一種的 這個看起來 這個是幾號塑膠 它有寫嗎 這個應該PC 這個應該可能是7號 這個應該 7號 上面是沒什麼 現在好流血 7號不就是剛才講的 最危險的那個嗎 對 因為基本上大多數的 拿去杯的 全部都是屬於7號機的 為什麼 為什麼政府沒有管制這個部分呢 因為用了最大量的 而且一裝還有紀念杯 有在賣的 因為這個東西很便宜嘛 對啊 所謂的7號那個PC那個東西 實際上就是我們在做 所謂的DVD片 CD片 光碟片的那些東西嘛 那些東西大家有很多 現在不用了就丟掉 就回收了嘛 回收了 回收了當然 回收來製造這個東西 所以這東西 有時候人家在開一些場所 或者在開會的時候 甚至送你都可以 非常的便宜 對啊 常常辦活動經驗 比摩采 中獎都是送這種的 另外要知道說 這個地方是不是矽膠的 跟這密封的是不是矽膠 一般來講好的矽膠 它是幾乎近乎透明無色 透明無色 這個就已經有顏色了 像這個塑膠 這個黑色當然是塑膠 我們如果說這個東西呢 放在裡面的塑膠 我們現在比較放心的顏色 只有兩個顏色 一個純黑色的 因為純黑色的呢 還要知道說它是什麼色母 如果它色母是屬於 我們叫碳黑 那是比較安全的 因為碳黑即便融出來 也不會有太大的害處 另外就是白色的 所謂白色就是 原來它塑膠本身的顏色 像很多塑膠本身的顏色 像這個皮皮本身的顏色 就有點近似白色的這種 原來的原始的顏色 要不然的話 如果說它用其他的顏色 我們就會比較擔心了 好 那吳教授 你自己用的環保杯是 我這個是陶瓷的 這個陶瓷好漂亮 那個感覺好像是 國王在用的耶 不是 這個是因為 就像剛剛 朱瑋講的 有時候你乾脆買一個比較好的東西 對 然後你也會比較去照顧它 愛惜它 不會隨便去亂丟 然後你可以用很久 它是陶瓷的 而且雙層還保溫 為什麼呢 要保溫的東西 通常來講 現在要能夠保溫很久 比較常見的兩個 一個是不鏽鋼的 不鏽鋼的 不鏽鋼的 類似像這樣子的 另外是陶瓷的 但是因為我這個通常說 拿去裝咖啡 咖啡來講 一般裝到這種不鏽鋼的 那個不鏽鋼表面還是金屬的 它還有所謂的鋰 還有所謂的蓋 還有所謂的鐵 甚至木在裡面 金屬的表面在高溫的時候 會有一種吹化學 產生化學吹化作用 它容易把咖啡的香味 好的味道給吹回來 你會覺得那咖啡的味道 完全不對 那你放在陶瓷裡面 湯米的咖啡 通常都 對 湯米的咖啡 真硬的 放在陶瓷裡面 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放在玻璃裡面 可是現在玻璃的保溫杯 實在是不多了 很難找到 所以還是裝咖啡 我通常都是用陶瓷的 像這個 一個我們節目的工作同仁 它這個也是陶瓷的 這是陶瓷嗎 對 真的嗎 真的陶瓷的 它這是陶瓷的 然後它這個蓋子 這個頂是用矽膠的 你看外面是綠色的 但是裡面這一層 它是矽膠的 密封的地方也是矽膠的 這個東西就很好的環保杯 你原來是要這樣選 對 我剛剛一看就知道說 它這個是香港來的產品 有概念 但是我們的台灣 台灣的環保杯 還沒有做到這麼好的情況 這意想我們台灣做得很糟糕 沒有 不是這樣 觀念要到那邊 觀念要到那邊 觀念帶出去 它可能賣到那個價格 台灣人沒有人要買 對 太過了 就沒有那個概念 觀念帶出去自然有廠商 他會想辦法去做生產 這個應該就不行了吧 這個是低密度聚乙烯 它本身就不是一個多高級的塑膠 很有可能是回收的塑膠 它是披的 如果裝一般的水 OK啦 只能裝那個類似就是冰水而已 冰水啦 它熱的都完全不行 騎腳踏車的或什麼在用的 對 但裝冰水 其他其實不建議的 像這樣的東西號稱保溫 但是它上面 它這個裡面是不鏽鋼 但是它這個結構過分複雜 所使用的塑膠材質種類很多 那裡面也有有顏色的 這個時候你要清洗也非常困難 那這個東西一旦有一天不用了 要回收回去再利用的時候 也造成相當大的困難 因為它塑膠種類太多了 是 那個吸管是最難清洗的 為什麼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清洗它 到最後你就只想把它丟掉 根本不用它了 是 好 所以環保杯選擇還有這麼大的學問 那如果這個環保杯裡面 有一些毒素釋放出來的話 對身體的影響就好